記者會主要就是要闡明 就是說我們大家各位僑領 對228事件的一個看法 在74年以後 那麼今天呢 主辦單位是北加州台灣論壇 那這個論壇其實是在 每一年遇到有重要的事情的時候 我們會邀請僑界跟台北人社區的僑領們 大家聚在一起來論斷一下 來評論一下重要的事情 包括台灣的重要的事情 還有美國的重要的事情 那今天呢 我們大家呢 各位僑領就來談一談 台灣的228 今年剛好是滿74年 那我本身呢 我是台灣論壇的造型人 但是呢 我今天因為我們已經有了發言人李茂成在這邊 所以我今天將用民進黨的身份 民進黨評議委員的身份 來主持這個記者會 那麼首先呢 我們就是本身呢 我首先要說明的是我們每一年都紀念228 我們不是要記仇 我們也不是癌字必報 而是說不可以遺忘這件事情 那麼為什麼不可以遺忘這件事呢 因為不管是哪一個政黨執政也好 整個的台灣全體人民 包括各政黨在內都不要 要記取歷史性的教訓都不要再重蹈覆策 都不要再重蹈覆策 因為從這個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說 不在台灣有228 然後殺死了很多台灣的精英不說 我們看國際上面 像現在中國鎮壓新疆還有西藏 多少人在經歷的類似像台灣的228 74年以前的228 現在在台灣 而在中國的新疆跟西藏 正在發生著類似74年以前的台灣228 那麼共產黨呢 也是剝削那邊的人權 也是展開了血腥的鎮壓 再來看緬甸現在 緬甸以前呢 緬甸有個民族叫做新羅亞是不是 新羅亞 羅興亞 羅興亞被屠殺 被緬甸的軍人政權屠殺 那麼這也是一個鎮壓 所以我們重看整個的 我們用世界上面的世界觀來看 整個全球的自由民主人權 其實還沒有達到接爭完全 不但需要改進 而且需要徹徹底底的來做檢討 而且需要徹徹底底的來做一個整個的方案 那翻案不代表說是要報復 翻案是要提醒所有經歷過悲劇的人 還有我們大家的後代 大家一定不要遺忘這些血淋淋的教訓 只有不遺忘才能夠真正的避開類似的事情 再度的發生 再度的發生 那現在呢我要講一下就是說 我們民進黨為228做了什麼事情 依照促轉條例 我們再出現於什麼公共建築物或場所的紀念 那緬懷威權統治的象徵 我們都呢計劃要予以移除或者改名字 或者說用其他的方式來處理 在這裡呢我要呼籲台灣的政府 轉型條例還有促轉會的運作 速度太慢 速度太慢 因為很多228的受難家屬 你看還有不少人沒有得到平反 上誕家屬還是生活在陰影當中 所以在這裡我真的要呼籲 台灣的政府的促轉會 必須要加緊的腳步 要加緊腳步 這件事情要趕快的來處理 因為畢竟已經74年了 這個講起來74年離100年 也不過是小小的一步之差 哪有一個國家在一個悲慘的事情發生 快要歷經100年 都還不能夠宣布真凶是誰 在這裡呢我也要呼籲國民黨 要勇於面對歷史的真實性 不要認為說這個只是小小單純的政治事件 黨爭完全不是 完全不是 國民黨必須要認真地承認 當初下令清香 逮捕所有台籍精英 然後予以屠殺 丟在江河裡面 或者關於莫須有的罪 是誰下達這樣的命令 真凶的名字必須要公佈 請國民黨不要再為真凶來掩蓋 因為事實到頭來是掩蓋不了的 到時候一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在這裡我就講完了 現在我們把時間給我們的南灣臺灣同鄉會的會長 詹威廉 詹會長請你說 我代表北加州南灣臺灣同鄉會 小的時候我記得我們家每次回去老家的時候 就有一張相片 很年輕的相片 大概二十幾歲 然後我們不知道 那個就是我的淑公 然後小的時候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但是比較大的時候 我們才知道說 我這個淑公就是因為到日本 日本那個帝國大學留學 然後回臺灣的時候 我們都很期待 我爸爸說他們很期待 他的叔叔要回來 結果就在船上 就被人家謀殺掉了 那他們那幾個留日的同學 好像好幾位 那我才知道 那時候才了解說 哇 那個時候是把這些 比較台灣當時的基因分子 就全部都要把他 暗地裡把他謀殺掉 那當然會造成家屬的心痛 我記得我那時候的曾祖父曾祖母 非常非常的難過 好不容易把培養一個這麼優秀的兒子 然後既然他回不來 所以我覺得雖然說74年對我們來講 非常的遙遠 但是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 沒有人性的行為 那我當然希望說 這個事件 政府能夠做一個 對我們做一個 對這個家屬 能夠給我們一個事實的真相 那當然我們也希望這件事情 以後在我們台灣這個地方 不要再發生 也希望說 這個當初的這個這個 這個摩擦的人 我們也希望說能夠這個 怎麼當初的事件是怎麼樣 把這麼多的一些 以前的那個 非常非常優秀的人才 就這樣子 不知不覺的消失在人間 這個是我小的時候就聽到這個事情 所以我們也很難過 沒有看到這個廚工 長得又英俊 然後又帥 然後又那麼優秀 這個是我們覺得很可惜的 好 那我就代表 我們北加州南灣 台灣同鄉會發表一些概念 謝謝 好 接下來呢 請問這個名字怎麼寫 詹天佑的詹 威武的威上面一個草字頭 然後上面一個草字頭 然後蓮花的園 對 然後下面呢 我們就請草委員 李文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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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嗯 哦 你一定有幾次 如果你要打字的話 我沒有 可以這樣的話 哈哈 不過我也做功課 對 可以講什麼 那個 其實談起228 我覺得現在一個74年了 台灣變成一個 一般的節日 一個5號 而年輕人過的時候 還過了快樂 很歡樂 我是覺得 從這個角度來看 我們PG回溯 228所由來 要不然就變成一個 很快樂的節日 我覺得這個對 付出生命代價的這些仙人 是不功夫 那麼我們台灣這段悲慘的歷史 要從1945年10月開始 蔣介石的將 那個時候因為還在國共內戰 所以蔣介石將台灣的民生物資 搶到中國大內戰 台灣的經濟開始消掉 那麼政府 再加上當時政府的主管局 不管大小都是外省人 台灣實行殖民差別式的統治 貪官汙吏恨行 並將屬於台灣政府 或是日常領域的財產 不管金錢地產或是建築 當台灣人或者台灣人的財產 都以不公不義的方式 冒入變成黨產或是個人財產 加上當時的文化差異 不准講台語 所以呢 在文化上就很多很多 不相融合的情況之下 謀殺增加非常多 再加上當時軍隊的紀律敗壞 同時 紀律敗壞中間 我們要談到一個 還是文化語言的衝突 造成很多很多的 當時的誤解跟不可諒解的事情發生 因為他搶台灣的物資到中國去 變成台灣很嚴重的風破河浪 然後最嚴重的是 我記得我小的時候 我們都吃不飽 吃稀飯吃番薯籤度日 所以呢 當時那個年代 那個point已經是 早已民怨訓天 而且最不可原料的是 1947年當下 台灣人被毒殺有紀錄的 台灣人只有兩萬八千多人 而且在接下來更可惡的是 蔣介石在有關這件事的四千多件的政治案件中間 他直接只是予以槍斃的人 後果施瓦只是一槍斃的人 就有大概970多人 所以這個蠻索血腥的政權跟政黨 到現在我們所看到的 並沒有看到他的一個很誠懇的對台灣人民或對歷史有所交代 馬英九一直說他有代表中華政府道歉了好幾次 但是我們台灣人民要的不是政府的道歉 台灣人民要的是中國國民黨道歉賠償賠錢 因為當時就是中國國民黨揮舞軍隊來辦的這個天大的悲慘事情 那我們今天來開這個會 並不是要追討他的黨產 而是要追討正義 為什麼 我們要的正義是有被害者當然就有加害者 但是問題是政府或者是國民黨對加害者的資訊從來就不公開 那受害家屬一直現在都兩三代了 一直無法量檢 其實也包括民進黨政府 到現在都沒有辦法再公佈加害者的名單 所以我覺得如果台灣要和諧 要祥和 要大家團結一致 放掉這段歷史可以 就是真相公佈 加害者公佈 然後國民黨領頭來做最誠懇的道歉 謝謝 那個Richard 那個二二八十發生在1947年的2月28號 對 然後逮捕的人有 等一下喔 那時候判死刑的人有1262人 是這樣 這個是 這是一個歷史的紀錄 逮捕了幾萬人 然後被判死刑的有1262人 這個裡面還有包括外省人在內 我剛忘記講了 228被逮捕的不是只有我們台灣人 還有包括當時水餃屆時移到台灣來的一些外省人 他們也被逮捕 以莫須永的罪名被逮捕 還有有的外省人也被判死刑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行為不是中華民國政府做的 這個行為完全是中國國民黨做的 他們當初借著228也要清剿自己裡面的異己 所以也逮捕了一些外省人 所以在這裡我要特別的要補充說明 所以228這整個事件 並不是只有我們台灣人受害 連外省人也都受害 我們只是不明白 為什麼現在的外省人受害的他們的後遺 每一個人嘴巴都閉得緊緊的 不敢為他們的 就是說他們的前輩受害者 來就是說幫忙清白 所以我們呼籲一些外省人 也請你們勇敢的站出來 所以這個麻煩你寫在新聞裡面 因為我們不想說把這個只有單方面的 弄在是只有本省人的 我們本省人的這個issue 他其實是在那個時候 他整個都擴大到全台灣清鄉了 是這樣 好 那現在我們請那個 台灣鄉情關懷會 等一下 最後 OK 我們請民進黨 今天你用民進黨好嗎 執行委員 用商會 他不能用商會 為什麼 用他們 先讓他們講 因為他們不是要送公司 那個平平 你先講 因為你們要去送公司 好好好 那是過問 南灣同鄉會 同鄉會的顧問 李平平 南灣台灣同鄉會的顧問 李平平 南灣台灣同鄉會的顧問 李平平 但是我們要往前看 我們希望台灣人 整個的台灣的台灣人 跟海外的全世界的台灣人 我們要團結在一起 我們要鄰居我們各族裔的力量 就像我們在美國一樣 我們美國呢 是一個大融入的國家 那各族裔都相處得不錯 並沒有很大的問題 我覺得我們要像美國這樣子看齊 各族裔在台灣最重要 現階段最重要的就是要團結 我們從過去的歷史教訓你們 我們學到的是要 要凝結我們台灣的力量 我們要向前走 謝謝 好 我們請那個台灣 台灣論壇的發言人李茂成 李博士來幫我們 來表達這一個228的看法 對 228事件 當初是因為 我們那個日本在第二次大戰的時候失敗 台灣準備回歸大陸 然後呢 那時候大陸就 因為毛槍匪 跟他們作戰 那個 蔣東正就決定推到台灣 有兩百多個軍隊他帶來台灣 那時候台灣人民就準備很高興的勸出要回歸大陸 可是一看到那個 蔣東正帶來的兩百多個軍隊 裝備非常非常 裝備不齊 然後衛生環境很差 然後機率又不好 那台灣人民就感到非常失望 那後來在1947年2月27號下午5點的時候 國民黨在查紀事宜的時候 對台灣人民時報 後來慢慢就扩大 扩大起來呢 國民黨就鎮壓 帶股很多台灣精英 慢慢變成一個很大的事件出來 台灣的二八事件 我們回歸目前台灣的政界 國民黨似乎沒有學到一些教訓 目前台灣的政界譬如說 統治黨張安樂 都會做膽 到大陸去大放斜持 然後國民黨呢 一些精英分子 像那個馬英九啊 那一些就靠向空南黨 沒有學許教訓 肩網直來 還一直向大陸靠攏 那個政黨最終會面亡 還有呢 我們知道我們的那個 民進黨的領導人 蔡英文 他在選舉的時候 那個韓肥啊 韓國瑜啊 那時候聲浪很大 五百多萬人 我們台灣知識青年 在海外國內外攤決起來 就把他打敗 打倒 這是一個非常值得進 非常正門的教訓 我覺得 綜觀台灣目前的那個 政治狀況 海內外的台灣知識青年 應該更加結醒 更加團結 來抵抗那個 統治黨啊 國民黨那一些 那一些 那些 親中不知道 不知道從歷史誰許 不知道 堅往之來 他們一定會失敗 我講到這 好 謝謝 謝謝 那個李茂城 李博士 他是我們台灣論壇的發言人 他也是馬關台灣同鄉會的總辦事 現在我們請民進黨執行委員 執行委員 執行委員 喔喔喔 1928事件 他是一個 就是從過去開始 一個正那個時代的專制政權的一個起始點 然後台灣經過這一次的一個起始點之後 一直延續到1995年 平常的專制 用暴力的方式 來攻殺那個追求民主 還有一些精英的不同型態 不同意識形態 想要爭取自由的人 一直到1995年 台灣才慢慢開放 那這個開放也並不是因為政黨 政黨open 是因為很多海外的人士 海內外台灣想追求民主的人士 共同努力的結果 所以這裡面有包括成文等事件 包括那個 包括那個 就是 美麗島事件等等 都是這個過程裡面的延續 那我自己親身也經歷 那個在留學生的時候 為了要爭取台灣的民主 加入學生的民主 所以最重要的一個例子 像我的學長李運言 他為了要爭取民主 他那個票機為台灣 然後他跟一些前輩 就被抓進去 以那個所謂的 資格判亂罪 關照監獄 然後那個時候就是 還要裁判很多的知識問題出來 抗議這個情形 後來裁判那個 刑法也把他們去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故事 所以這故事是代表台灣的 爭取民主的一種作成 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作成 但是他11.2% 剩下的商事 一個非常地支持到的 那現在我對覺得最欣慰的就是 這組的大委會的委員長 除了那個轉型 我們台灣政府開始在注重 所轉型正義 把這個歷史公佈 歷史的事實公佈 然後希望大家能夠以原諒的心 受害的家屬或者受害的父親 能夠以體量跟原諒的心 來對待這件事情 然後加害的人能夠成員 在這種過程 能夠尋求一些共識 然後大家能夠追求台灣的民主 讓台灣的民主 能夠更加的深化 然後往前走 大家心手往前走 不要讓這種歷史的悲似再繼續發生 那我現在最感動的事情 就是現任的僑務委員長 他前幾天做公開的那個呼籲 同時用影片傳到世界各地的台灣的 台灣相關的人士 一些橋裡或是一般的族群 公開的說 他會從現在開始 會把這件事情一個制度化 做一個希望能夠協助海外的調轉 做一些公開的紀念的方式 來讓這樣的事情 能夠有更多的諒解 讓一般的大眾 能夠了解這些事情的一些事情 所以能夠製造一個共識 讓大家能夠 大家一起新年輕 來原諒或者是堪容 或者是成本道線的精神 來大家尋求共識 然後往前走 我覺得這一個是很重要 這是一個很重要 過去我們海外的一些228的一些進入活動 幾乎都是在外面 他現在是公開的 是香港政府 他有希望透過橋委會的力量 能夠公開支柱師的方式 來協助一些橋段 在這方面做一些更有意義的一些紀念的方式的一個活動 我希望這個東西 他能夠從事這個申訴這個制度的時候 希望海外的橋教中心做配 能夠努力大家 做一些更正式的一些活動 然後能夠利用我們的橋教中心 那會更有意義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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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呢 那會更有意義的方式 對228事件的看法 各位好 我叫陳俊哲 個人因為年輕一點 所以其實228事件 在我們這個年齡層的人來說 應該是一個歷史 因為沒有親身經歷過 早些年 在家族裡面 跟長輩們 有時候會 談到這個事情 但是基本上都會 親友來過 或是甚至就不會去 那可見 就是說當初那件事情 這件事情就發生 對後來在 在人的這個心靈上 其實產生很多因應 產生很多因應 那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這個真相的追求 其實個人覺得 沒有完整 沒有完整性 因為 經歷過這場的人 大部分的人不太講 那後來的 年輕一輩的人 想要知道真相的時候 找不到管道 沒有管道 那所以 從這個 關懷的角度 那我們當然希望就是說 這件事情 能夠 能夠水落石出 就是說 一件事情就發生 一定有 來龍續慢 一定有所謂的加害的人 一定有所謂被害的人 那為什麼會加害 為什麼會被害 那當然這個是 也有一些歷史背景 那這些歷史背景的出現 有很多是 就是當下 那個歷史 因為大家都知道 1945年二戰之後 其實台灣是被聯合國管的 是被聯合國管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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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問題是他是貸款而已 那問題是在這個貸款的情況下 怎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所以這個的話從歷史的角度來看 必須要進一步去探討 那個人的話我還想到就是說 看看當今的這個猶太人 他在二戰的時候 遭受幾乎種族滅絕的這樣的對待 然後但是他們的做法跟我們的做法就完全不一樣 當然他是一個被害的團體 所以他每年都會極力的去爭取這個正義真相的這個工作跟發生 然後呢他也教育他的下一代 永遠不要忘記 永遠不要忘記被害的這件事情 那永遠也不要忘記怎麼會走到內部 所以一定要避免 就為了要避免 事情再重演 為了避免事情重演 我們必須持續不斷的投入 持續不斷的 教育下一代 為什麼發生 所以其實現在最重要 為什麼對我個人來講 一直沒有辦法解決 就是因為 真相總是覺得 就差那一步 還是很朦朧 還是很朦朧 我希望今天在座的前輩們 跟一些未來的後勤們 能夠攜手合作 能夠把最後的這一里路走完把它打通 因為只有真相 沒有真相的話 就沒有真正的正義 沒有真正正義的話 就無法獲得被害者的原諒 好 謝謝各位 好 那我們現在請那個 台灣鄉情關懷會 你就住那裡好了 謝政寬 謝會長 他會把錄影帶送給他 對 不好意思 讓他有一個中文學校活動 我知道 他們是今天事辦 你聽一句話就好 就走了 你一句話 聽一句話 這個 你究竟上官區 記念這個228已經有很多很多年了 幾十年 我剛才給各位的資料 就是說 在十四年前 就是六十週年的時候 那時候 我們辦了一種非常濃重的一個集合會 那麼 從那時候算起到現在 我記得今天辦的是 我是最差勁的一個集合會 為什麼呢 我們從台灣看到 蔡英文總統 還有僑委會都一再呼籲 希望在台灣所有的台灣人社團 能夠盛道的來辦 而且僑委會也希望能夠 這個文教中心 讓這個各僑團來辦 但是我們今天是坐在這個走行的地方 我們辦這個 非常非常的不夠摸摸 非常不夠表達出台灣人的憤怒 所以我覺得相當相當的遺憾 這個是我想要講的第一點 那這個 整個228事件 我想各位人對我講了很多 那在台灣我講 有很多年輕人 或許對這個整個 啊 世界的發生 不是那麼清楚 不過 我們 可以從歷史的記載 讓大家更了解 尤其是在 這個 啊 那個 George Kerr 他有出了一本書 《Ossia Retreat》 裏頭寫得非常清楚 當時發生的時光跟背景 除了這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美國 把台灣的佔領權是交給了中華民國政府 但是中華民國政府 在戰爭的 佔領期間 不應該有這種 媚絕種族的這種 戰犯行為 所以 228這件事情 在國際上是界定為 是 Wall Crime 就是戰犯行為 從歷史的資料來看 現在所能夠掌握到的 就是 各位剛才講的 不是 有受害者 但是 並沒有加害者 這個加害者 非常的清楚 我想 啊 當時 為什麼 在 重慶的時候 還沒有 佔領台灣的時候 就已經規劃好 要怎麼一步一步的 來消滅 台灣的這個精英分子 所以 整個時代的對決 我們看看今天的 國際社會裡頭 任何軍事行為的行動 都是可恥的 因為 他們 破壞了整個 人類 生活的價值 就是說 把文明社會的 這些 英國的生活 的秩序 整個破壞掉 所以我們看看 最近這個 綿蕾的事情 讓大家有深深的感觸 畢竟 在74年前的台灣 那時候的資訊 沒有像今天這麼發展 今天 全世界可以來撿 這種 就是 非法的這種 這種 軍事行動 這個 武力鎮壓的行為 但是當時 能夠站出來 替台灣人講話的 其實 微乎其微 非常少 所以 在台灣的社會 我希望我們能夠借著這個 228的事情 來釐清整個事情的來容性愛真相 而且 現任的這個政府 雖然 他已經有 批評 來做 釐清這個真相 也向這個 受難家屬來道歉 不過 我們看到的情形就是說 真正的在執行的過程 就像 很簡單 我們要借一個場地 都借不到 這個是非常 放漆非常可恥 我們希望 整個社會 能夠 具體這個教訓 而且 把事情 能夠 一步一步的 文明的方法 來推動 那麼 所謂的化程 就簡單 報告他的 確實 好 我們謝謝 我們台灣消息發展會的會長 謝正寬 謝會長 那現在呢 就是 馬克你有沒有疑問 嗯 昨天問姐 就是 國瑜二八他們 這些當事人 有接受過 審判嗎 或者是 沒有 沒有 喔 你是說那個受害者 是不是 加害者 加害者 沒有 他們 他們已經把全部的公文 全部銷毀 嗯 然後不再 他們就是 應驗證據 嗯 因為當初 沒承認都不承認 因為 是這樣子 因為你 因為是從中國來的 大家就不了解 因為當初 因為當初 在逮捕人的時候 是獻兵 那是獻兵跟兵隊 來捕了兩萬多人 然後真正上軍事法庭被審判的有一萬多人 這一萬多人裡面 都 就是說 都 都不是政治人物 不是的 OK 然後被審判的這一萬多人呢 居然 不是人民 但是用軍法來審判 他其實應該是在民事法庭來審判 對不對 或者其實 你說這一萬多人是幾個是被被害者 還是 對被害者 被害者 被 被 被抓了兩萬多人 然後再從這兩萬八千多人裡面 然後再提審了一萬六千多人去軍事法庭接受軍事審判 但是這兩萬八千多人全部是台灣人民 OK 然後從這個台灣人民裡面 再去抓 再拿出來一萬六千人的台灣人民 把他放到軍事法庭去審判 軍事法庭是審判軍人的耶 不是審判人民的 審判人民是要經過什麼 是要經過民間的法庭 而不是軍事法庭 可是那個時候因為是清鄉 所以他用軍隊是鎮壓整個台灣的 然後再從這被審判的一萬六千多個人 判罪一千兩百二十六人 判死刑 判死刑是這樣 所以就是回答Mark的話 這是發生在1947年 1947年 那個時候國民黨已經準備要從中國撤退了 所以他必須要 要把台灣牢牢的控制住 然後牢牢控制住 中國國民黨他就撤動軍隊 用軍隊的力量來控制台灣 是怎麼樣 所以他屠殺台灣人民的時候 那個屠殺的數字 比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年 殺的台灣人民的數字還要多 還要多 是這樣 所以為什麼我們台灣人比較緬懷日本人的統治 因為日本人那個時候統治台灣 是真的把台灣當時一塊寶貝的地方 把他的地方的地方制度弄得很好 還有所有的水文地理 他都調查得清清楚楚 而且弄得非常的好 而且非常的上軌道 人人守法 但是後來國民黨來了以後 就全部upside down 完全變了個樣 一直到如今 國民黨還在跟我們台灣人民對著幹 碰到什麼事情 他們就 反正就是那個樣子就出來了 就是馬克里現在看到的那個樣子 紅衛兵的什麼文化大革命的方式也出來了 就是這樣來對付我們真正愛台灣的人 所以我們為什麼說中國國民黨 並沒有反思2228這個事情 他們也並沒有真正的記取 當時造成社會的整個遺憾的教訓 沒有 所以剛才你還沒有來之前 我有呼籲就是說不分政黨 不管哪一個政黨執政 我們都要記取這樣的教訓 不要讓這種遺憾的事情再度發生 不管你哪一個政黨執政 因為228畢竟它不是政治事件 它是整個針對台灣人民當時的 全部的精英的那個階層 它全部給你殺光 所以就變成說中間就有一個斷層了 希望它把所有的精英都抓起來 全部殺掉 殺的殺 關的關 所以就變成台灣的這個 因為精英是在中間階層 它是中間份子 就變成中間份子的那一層是空的了 後來就變空了 然後就開始就任由中國國民黨擺佈了 就是這樣子一直擺佈到現在 你看它那個中天新聞 什麼萬旺新聞 一天到晚都還在給台灣人民洗腦 那個電視有沒有 非常輕忠 因為國民黨現在也輕忠 所以現在他們是紅藍不分 反正就是兩岸一家親親到一起去了 就這樣 所以就回答剛才的問題 還有我也講到說 828不是只有我們台灣人受害 外省人也受害 因為隨蔣介石破簽到台灣的 不是有外省人的官員嗎 還有就是一些外省人的文化人 跟教育界的人 他們也在那個時候 有一些人也受到抓捕 然後也給他灌有莫須有罪禮 然後也給他們 也把他們殺害了 也是關的關殺的殺 所以整個的228事件 就就是說 是以鎮壓台灣人民為主要 然後利用這個事情呢 來清理他們自己國民黨的議局 就是 蔣介石那個政權排除議局 是這樣的問題 所以整個事情是很複雜的 然後在這邊呢 我就要用我們副總統賴清德的一句話 賴清德的一句話 他就是說 我來做一個conclusion 就是說 有天光的地方 就有希望所在 那美國的詩人呢 美國的詩人呢 Amanda Gorman 就是美國詩人呢 格爾曼呢 他有講過 他講了一句話 非常適合在這裡呢 來勉勵我們台灣的全體的人 就是 光一直都在 只要我們敢於看見 只要我們敢於成為光 當日子來臨 我們會走出陰暗 發出發光發亮 無畏無懼 那麼 光一直都在 這個光是什麼 就是事事 真理 OK 這是不容推翻的 不管國民黨再怎麼樣不承認 再怎麼樣掩蓋 再怎麼樣試圖跟台灣人民講 說 現在要 他們喊了一句口號 就是說 合體共生 合體共生 不要再往後看以前 眼睛要往前看 他們的意思就是說 台灣人民啊 你們不要再去想二二八的事情 OK 你們眼睛要往前看 這句話表面看起來 聽起來是對的 但是仔細一想是不對的 為什麼 你沒有真相 你哪裡來著 往眼睛往前看 對不對 你沒有事實的真相 OK 那你叫受害者 還有受害者的家屬 如何貧富 還有其他的台灣人民 還是心裡有恐懼 所以我們是希望說 我們不要去報復 但是我們不能遺忘 還有就是台灣的教育裡頭 要把二二八事件這個 要確切的放在教科書裡面 要教育我們的孩子 台灣的下一代 下下代 下下下下代 一代一代的傳遞下去 一定要放在教科書裡 這樣大家才可以記取教訓啊 才不會再重蹈這種選民人的覆測 我用這個來做一個結局 OK 好 那就是還有什麼問題嗎 麥克 已經沒有了 沒有齁 好 那我給你的資料齁 上面你如果拿出來看的話 有一張圖 那一張圖 大概就是 就是整個 八八事件的 哪有 那個可以上網券 這裡 這個可以 有一個 一個 就是一個 新聞記者 叫曾鴻虎 他畫的一張畫 那張畫的 你看 四尺 非常大的一張畫 那這張畫呢 講的就是 內容非常均質 就是因為 國共的 這個 有一個 可以 把兩個 靠音拖進去 這個是 前陰 導音 這樣子 但是 228 其實就是 針對什麼 如果要消滅台灣的菁英 這是最主要的目標 因為如果我們去查歷史看的話 他是這樣子 在1941年的時候 聯合國的一個大戰章已經有制定 那時候中華民國政府也有簽約 結果他自己本身簽的這個戰章是有本約 所以他還沒有逃到台灣來之前 那時候他就已經知道 如何消滅台灣的菁英分子 那228只是一個短期的一個菁英而已 那真正的演員其實就是說 他是鎖定目標 不只是說那天代表 其實4月27日發生一個那天的樣子 結果第二天呢 反而有一群台灣的菁英分子 要去署滅 結果沒有想到這個資安單位就開槍 就造成台灣的反抗這樣 那反抗以後 怎麼解決呢 反抗之後 又造成比如說那個 那個 資安單位 就是國民黨的政府沒有犯法 所以就去開兵 調兵 從中府又調兵 3月6號開始進來 3月8號從基隆到島上 兩路夾山 看到人就殺不掉 所以真正的事情 並不是說2128號那一天 不是那一天才政治開始開槍 但是真正的演員是一系列的演員 所以這個牽制都非常非常犯 問題的在裡面就是說 如果你這個詳細看見過 這個就是我們所得獎的 這個十一榜就是一個台灣的原住民的語言 就是亞太亞的一個語言這樣 亞太亞的語言講得非常清楚 它就是殺戮 所以我們就把它寫成一種字 這個圖你如果回去看的話 從網路拿下來看 非常精彩的一個圖 那圖的內容 它分好幾半 那我大概都跟我寫 這個是我寫的詩 可以看 那第二的配點 你可以看得到 台灣的社會 其實在灣區的社會 我們對阿拉巴的紀念 非常非常嚴重 不是像金人這樣 好像是伴家家酒一樣 不是這個樣子 我們每一人都非常嚴重 台灣有一個很有名的 就是世界1947的那個 愛與希望 台灣推薦的首演 是在灣區 是我們真正 台灣的交響樂團 來這裡嚴重 非常非常嚴重 如果你去看的話 這些就是我們當主寫的 這些就是我們當主寫的 詳細的那種 反駐 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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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不到 那個 到底是 我愛你